接下来这一节跟你讲说你有多个服务人员的排队模型 那怎么办 那我们假设你的到达间隔时间依然是指数函数分配 所以呢它的这个总到达的平均数 这个数呢是难达分之一 一样指数函数的服务时间 所以第二个M一样 它的平均服务时间的μ分之一 那你的这个WQ你的排队时间加上你的服务时间 等于你的系统时间 虽然大家一起服务 我们前面画图给你看嘛对不对 假设呢你有两个柜台 你的顾客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看哪一个柜台有空 他就走出去接受服务 所以你的服务时间呢是不会变的 只是你共用这两个服务的人员 那我们前面有提过基本上呢 你呢要共用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服务人员要做一些这个训练 因为本来是做一件事情 现在可能做两三件事情 经过这个员工的训练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第三个你的S代表你的任意数目要共用 用S来代表 denoted 所以呢你有多个服务人员 你的使用率 这个lambda呢是总到达速率 我们下张图片会看到 所以你本来这个顾客如果有三个 这个有三个速率 所以合在一起呢就变成6了哦 但是呢对我们服务人员的服务速度不变 所以我们这个S1u呢 这是总服务速率 所以每一个是mu 你一共有S个 所以你的总服务速率呢是Smu 好 所以我们待会看一下 真实的算这个使用率要怎么算 那我们依然假设呢 你的使用率要小于1 财务长的建议的方式 就是把它组合 结合成一个team 一个团队 所以呢这个提出来的服务的标准 依然是等待时间 等于四分之一天 那基本上呢 合并单人的服务区域 假设以这张图片而言 我们合并两个 所以呢两个人 共同服务大一些的区域 所以到达率呢要想假 这是重点 所以当你一个人服务的时候 你的机器数目呢是150 到达率呢是3 因为每50天发生 平均50天坏掉一次 所以当你把它合并的时候呢 是150加150变成300 3加3等于6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特别特别注意到 好 但是呢你的技师 服务的速率呢不变 还一样每个都是4 只不过先变两个人的 同样道理呢 如果你变成三个人 服务再算一区 那么呢你的机器数目呢 就是450 它的达达呢就是9 μ一样不变 那你的raw使用率 等于lanta除上sμ 好 所以呢你可以注意到 在你一个人独自的时候呢 它的使用率75% 两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 特别注意到 它的服务的到达速率 这个机器呢 到达速率呢加倍了 所以6除以8 依然是75 9除以12 sμ依然是75 所以就说呢 个别的技师 忙碌的时间跟以前一样 好 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等待时间 这个呢是0.75 但是两个人合在一起 得到0.321 三个人在一起 竟然变成0.198 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这是重点 就达到了服务的要求 这是不是太神奇了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提供一个直觉的解释 各位知道呢 如果你原先呢 每一个技师都是独立的 那么你可以注意到呢 当我忙的时候 你可能是空的 当我空的时候 空闲的时候 你可能是忙的 所以如果呢 我们两个给它合并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交叉 服务对方 比如说我不忙的时候 我就 这个帮助这个忙的同事 所以呢 你的系统时间呢 就因为这样子 互相的帮忙 导致你等待时间下降 这是很神奇的事情 它的公式呢 推导的很复杂 长这个样子 P0呢 是没有人的激励 其中S呢 是服务人数 Lamda呢 是你到达速率 Mu呢 是单一服务者的 服务速率 S階层 S階层就是 比如说三階层能力 三乘二乘一 这公式长得很复杂 LQ 系统中的排队 平均人数 长这个样子 公式长这个样子 所以你的系统人数呢 时间等于排队时间 加上服务时间 假设呢 你Lamda等于3 Mu等于4 跟以前一样 当你用MM1的时候呢 你的人数等于3 各位同学特别注意到 现在排三个队伍 所以你的总人数呢 一共是9个人 第二个MM3 MM3的意思就是 我呢 把这三个人 看成一组 然后呢 我的顾客一起到达 所以这边 到达的数率呢 变成9 这边是3喔 这边Lamda是3 这边Lamda3个乘3个 所以这边Lamda等于9 把带进去 上面这个公式 L等于3.9533 这是总能数喔 所以呢 你看呢 这个总能数呢 看起来是比较短 看起来个别 对不起 个别 但是总能数看起来呢 整个呢 加起来呢 是比较长的 所以呢 电话客户中心呢 使用MMS 因为线上等待客人 没有办法移动啊 对 所以线上客户 用这一个 那 这个MM3呢 你看呢 这个是心理因素 L等于3个 一个队伍 每个队伍 每个队伍都3个人 假设是MM的时候 但是呢 这个总能数呢 看起来 一个队伍呢 看起来是比较长的 虽然这总能数是比较短 好 这是心理因素 所以就因为这个心理因素 麦当劳不采用的原因 看起来比较长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呢 实际的人 会移动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在麦当劳排队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队伍A 这个队伍人比较多 那B比较少 人就开始移动了 当然除非是说 你说啊 这个A 前面这个柜台这个小姐 他这个 准备的饮料 特别好喝 我一定要等到这个 等到A这条线 除了这个以外 通常的人 通常就开始移动 因为他移动 所以他队伍呢 会比真实的模型还短 那我们这边没有讲说 人如果在队伍中移动 公式长什么样子 也有公式 我们这门课没有教 特别注意到 好 所以呢 我们是否应该呢 取更大的群组 你呢 扩大呢 这个领域 领土 把放四个或更多的 这个技术人员 从一组 你的系统时间 排队时间 BQ是排队时间 你的排队平均时间 会下降 但是他有些缺点 那这些缺点呢 都是管理跟组织行为的问题 比如说呢 第一个 跟这个管理没有关 就是说 如果你区域变大的时候 你旅行的时间 显著的增加 我们这边假设 前面假设没有 那实际上呢 会增加 好 接下来呢 就是组织跟管理问题 你要协调技师 变得很困难 因为比如说 刚好派到你 他刚好 比如说 刚好那个顾客很难缠 那刚好每次都轮到你 那你就开始抱怨 他是不是你的这个管理 经理人员故意整理 每次怕你最刁难的顾客 他实际上不是 甚至你运气不好 诸如此类的问题 或是有人刚好生病 要带班 他就会说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诸如此类的问题 还有这个个人 这个专业的冲突会产生 那顾客呢 也会失去呢 这种感觉 什么样的感觉 收到了个人化的服务 因为呢 有不同的技师出现 去修理这个机器 所以以前呢 每次都是这个人 他可能建立起 这个 技师呢 跟这个 那些的 这边的那边的职员 之间的关系 现在这个关系 可能因为不同的人 这关系可能不见 好 然后技师呢 可能会失去呢 自豪 拥有说 管理他们的领土 领域 然后处理呢 他们的顾客 虽然这个顾客呢 是公私的 所以有些心理的问题 组织行为的问题 所以呢 为什么呢 在这个 在这个管理学院 要去教 这些概念 因为呢 基本上呢 这些冲突怎么去管理 是有学问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把它合并之后 竟然不用花一毛钱 就可以达到了公司的要求 原来这个都花好几美金 所以你看 这个是多生气的一个例子 好 所以这个呢 也说明了这个 排队理论 为什么要学这个理论的原因 为什么要学这个理论的原因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